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刻薄 都给不能抓一分钱 有个三文次 有喝个小酒 买包烟 都得问他从他手里要 自文心都没了 前一段我买一个青花大怪 他给我砸了 哎呦 我这样我气得不得了 他还要给我离婚 四五十大 还离大婚啊 反正我是不会给你离婚的 你说离婚就离婚 我是不会离的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赵先生 四十五岁来自安徽 个体女嘉宾刘女士 四十七岁 同样来自安徽 个体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啊 说是两人一见钟情是吧 是的 哪年结的婚呢 九一年 两人在哪一见钟的情呢 八几年的时候 我在街上溜达 突然有一个身影 从我身边走过 我回头一看 哇 真漂亮 我心目中啊 都想 如果能把他娶到家 这是我一辈子的幸福 哎呀 我第一次见一个男人 留着这么一大饼胡子说 哇 真漂亮 好可爱 就是在这个 就像王菲唱了一首歌 传奇的抬头词了 我只是在人群中 多看了他一眼 再也无法忘掉他的容颜 真的假的 真的 就多看了一眼 是 那大姐那时候应该特漂亮 漂亮 花了很长时间追求他吗 说得很巧 我在街上租房子 那么巧 就租到他家的房子 就这样 我们一开始 你也不怎么说话 到最后 就慢慢慢慢 话都多了 一多过又 我们就建立了这种 感情关系 您现在要跟他离婚是吧 是啊 他真要离婚是吧 他对我特刻薄 结婚以后 买了一包烟还得问他要钱 哥们在一起喝酒 还得亲手问他要钱 有一天 有了这个打牌的时候 也问他要钱 他心里不过去 我开了两个店 我说你本来牌了 经常来牌 经常来牌 可耽误生意啊 你们听得懂吗 安徽话 你老打牌 耽误我店里的生意 您接着说 我说 你下午 别来陪了 我去进货去 行吗 他说行 你又去上 你同学家来陪了 真的怨我吗 我到那里 叫桌子给他掀了 你掀到桌子 我在哥们面前 还有面子吗 我是个大男人 我是顶天立地的 就说有一次 我去给几个哥们喝酒 正在喝着高兴的时候 他去了 瓶子里面还有半瓶酒 都在一点 哽哽哽哽 一到头上了 难怪你现在 留胡子不留头发 是吧 留头发到了不好洗 瓶子甜甜也就喝了 那哥们就怎么看我 说我 说我是怕老婆 气管严 每次喝酒 都是喝的那么大 有一回呀 给你那个同学 喝的太大了 喝的土鲜 打掉人 多心疼你可知道 可是对你好 好啥好 我发高烧你知道吗 我说我老婆 我发高烧了 心难受不得劲 他说你发高烧 上一边床上躺一会儿 喝点凉白开水 不行了 哎呀你让我气的 没时间你干活 你不是偷疼 还就是发烧呀 谁知道你是真的呀 我一摸偷 真是发烧 我突然就叫他 弄到医院了 打了几天掉水 回来又不是他了 我气态不得了 我领导孩子都回娘家来了 回娘家一个多月 也不管我 也不问我 都这样的 把老家一个人打电话 你家里来个女的 给你帮忙 收钱 还做饭 甚至夜里还不回去 我听我这个电话 我就回去了 是他打电话 骗你回去的吧 不是 我一到店里 你看 就是一个女正在收钱 我说你是谁呀 他说我是来学徒的 我说你是来学的 你请我的允许吗 马上跟我走 我招供招个女徒弟 那又咋了 收钱咋了 你就是小心人 你就是 你就是醋坛子 大家眼光是亮的 不是我一个人说的 我一年那组 你那组织的 就要知道一个活动里 你让他跟他吃烧口 我听他心里好是吗 你就是这样的人 我是给他解释解释 说你是个小心人 要吃醋 你知道吗 把这事情解开 解释清楚不都没事 我说那人吗 我问你 您是怎么把女徒弟赶走了 就说你走吧 还是怎么着了 走吧 滚蛋 他就滚了 他就滚了 那你看到他们俩又吃又喝 你没把桌子给掀了 我现在不行了 我打不过他 你看他会保护自己 后来这事怎么结了呢 过边境我都给他解释 没有这回事 这个女的也说 大姐没有这回事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就这样这事就过去了 过去了 那不是挺好的吗 这事过去以后 我倒是更残了 就是一个多月 都是没有一分钱 因为过了五六年 又过了五六年 我们到时候 一个面馆的生意 非常丰富 手里也有点钱了 就是钱过于你 他对我 也有点痛快了 也放心了 这一天呢 我在一个名表店里 我看到一块手表 五六万块钱 我都给老婆说 老婆 我买一块手表吧 你看我们这个当地 都是男人带金表 女人带金镯 我死缠烂打 恶魔 一个多月 我买了一块手表 这不挺好的吗 我心里非常高兴 有一回呢 我说 这个手表怎么这么贵 打开看看 瞧瞧里边是零件 什么构造 你把这表给打开了 打开过又 不小心 把里边一个零件 弄坏了 就把它又合上 等这个找了修表师 再给修修都行了 嗯 就这样 我现在说的那么简单呀 五六万块钱买个手表 不是小说呀 买多少饭 都买了一个手表啊 你想想 后来这事怎么了呢 我都记得给他摔了 你把谁摔了 是把表摔了 五六万块钱 拆回来 你还要他干啥呀 你是把表给摔了是吗 他拆回来 我一起这五六万块钱 啥时候能挣到五六万块钱 你傻呀 你这留着还能修 你这摔了 拆回来没有零件的 配零件 还得好业钱呀 好吧好吧 这事你有啥委屈的呀 这个 你手欠 我没啥委屈 这是 就是我委屈的 就是那一件青花大罐 我买的 发了二十多万 什么青花大罐啊 青花瓷 不懂 二十万 二十多万 我光是买手表啊 他买也好些古董啊 我都不认识 他们都说是假的 最后又买了一个青花大瓷 咱俩正吵吵吵吵的 一个朋友瞧名 蹦蹦蹦 他说 我的朋友来了 我说你再干啥 我听着赵先生买个青花大瓷 花了二十多万 我一听着 哎呀 我去挑我的 一个卡 没有了 我说这是给孩子买房子的钱呀 你都给我买这了 他们都说是假的 你说是真的 它确实是假的 你非要买不可 那就是真的 大半没有的钱 都要你们花光了 还给你裹上 我说 这就不可以裹 我说你是 头发长见这嘴 你不懂 这个青花大罐 你能知道多少钱吗 多少钱 能卖到一二百万 你不懂 他摔了 那得你摔了 我都说 这个小孩 你摔了 我跟他摔了 他同事说是假的 我能不给他摔了吗 那给黑人买房子的钱啊 都没有了 那你就把孩子的房子钱给摔了 那这假的啊 不值钱了 好 行吧 他经常看电视 看这 看喜欢这 那这假的 胡子大叔 听这意思 你还玩点收藏是吧 是 哪朝的罐 原青花 你除了那个 原青花之外 你还收过什么东西啊 收过这黄花梨 还收过什么呀 还有这个 就是杂相 清浓气 杂相 你收这东西花多少钱啊 大块好几十万吧 就靠咱家那两个小店是吧 对 我们店买卖挺好 一年反正也就是 几十万块 你来净赚 可以可以可以 你这个都不管啊 几十万 都叫你白事完了 大半辈子那千分 你赚了 他给你过上 将近就是不给过了 别说这了 你不会过 我得给你过 就是因为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是吧 是 一定要过是吗 是 你咋不听人家的话呢 你别买这些烂 有的是我听他的 我认识那时候 这不能听他的 你爱他吗 我爱他 他不是那么抠嗽你 你为什么还爱他呢 我们是从这个 一开始呢 从穷智子过过来的 到现在一步一步也不容易 他要现在 如果给我离婚 小孩你现在也在上大学 小孩怎么办 家庭没了 别人对我有什么看法 坚决离是吧 坚决离 不关他了 不关他了啊 带着孩子就走 还带孩子走 孩子多大 二十多了 男孩都管给我挣钱花了 男孩女孩 男孩 那咱们讨论一下 怎么个走法 家里几家店啊 两家 两家店都归您的 还是两家店都归他 还是一家一个店啊 我这是现在开的 他都是广废话 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 你同一两个店都让他带走 是吧 但是 不可能的 你跟我说 为什么他那你年轻的时候 他那么抠嗽你啊 现在对你这个收藏又不支持摔你的东西 你还那么耐他 从苦吃子过来 不容易 确实的 不容易 那个叔叔你 我们俩 穷到什么情况 下一碗面团 搁点肉 他呢 把肉慢慢的 油一块一块的 都到我的碗里 我呢 也一块一块 又给他倒回去 都这样 我们俩来回来 几回 所以现在有钱了 就得了 买烂七八糟的东西 你确实想跟他过是吧 确实 好 你过去轻摊一下 胡子叔特可爱 你知道吗 特别可爱 人家 问问您啊 万一那大罐啊 是真的您摔了 您就不遗憾吗 不遗憾 咱有钱 咱任性是吗 他是一发脾气 就摔东西吗 是的 那你来这儿 想让我们怎么帮你呢 帮我 把他说服 我们和好 这和好这事 你们行吗 秋比特 问你这 如果卖了一个 原青花的鬼骨子 夏山 卖了2.2亿人民币 每一个原青花 现在价值 至少是几千万 你觉得你20万 可以买回来一个真的吗 你觉得这个老婆 是在管你吗 他是在救你 这一辈子 你多少次被他救了 一次一次一次 把你从很可能 滑下最深的深渊里面 给你捞回来 所以人家哥哥说 坚决不离婚 他不离婚是对的 但问题 你不离婚理由是错的 什么叫 我是一个男人 所以我硬不离婚啊 你不离婚的方法是什么 我帮你说一句话 你不离婚的方法 我只有一个 那就是听他的 为什么要听他的 因为他所有管你的事情都是对 你能给我说出一件 他管你管的不对的事情 我听听 以后要不要听他的呀 嗯 去哪里 还搞不搞你的收藏了呀 不搞的 可以吧 一年不要超过一万块 行吗 好什么收藏 可以是吧 有什么爱好都姐姐先批准 行吗 行 你哭啥呀 快快说说 他要嫁给陆琪 啊 说的好是吧 钱没了 我以为他说你说的好 你看 大姐 钱是没了 但是人还在呀 其实 所以啊 大姐是这样啊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我相信大哥呀 他是真真正正是上当受骗 而且自己知道 你知道不知道自己上当了 嗯 差不多吧 什么差不多 哎呀 非要逼一个这么大岁数男人点头吗 都在一会儿了 低下头又怎么样 其实你内心知道 大姐无数次在帮你 在容让你 对不对 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吗 嗯 不知道 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哎呀 第一 你绝对手里不能有钱 四五年你手里没什么钱 相安无事 对不对 你不会花钱 你也没有投资眼光 别妄图在这个家庭里头 去证实自己的实力 我猜想 在这么多年呢 你们的婚姻生活 大姐一定是一家之主 两家店 如果没有大姐 一定不可能像今天这样风生水起 其实在多年当中 你其实心里还是 蛮不舒服的 这种不舒服是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 不能证明自己在这个家庭当中的 角色地位 所以你抓住一切有可能抓住的机会去证实自己 包括去搞收藏 都四五十岁了 你的所有的投资潜力和一些眼光 一定被事实证明是没有的 要想过日子 这踏踏实实的听大姐的话 这是你们这家庭模式当中 最应该走的正确之路 大姐 我心底里知道 你其实也离不开大哥 有大哥在 你才有家 对不对 你只是实在是气不过呀 辛辛苦苦挣的钱 被大哥给糟蹋了 对不对 钱没了我们再挣嘛 大哥现在知错了 他再也不敢搞 搞什么收藏啊 投资啊 别给他钱 就给他一些 喝点小酒啊 抽个小烟啊 就用小钱给他 让他舒舒服服的 管住他就好了 好吗 大姐 你要真想吃喝 你给人二十万呢 大姐 大姐快去 曲老师要给你二十万 跟老公一起照 我们说 男人是挣钱的耙子 女人是存钱的匣子 好吃不过家常饭 知冷知热 结发期 你说一个女人 要找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男人 这一辈子要付出多少代价 要操多少钱 那就跟带儿子是差不多的 但是大姐 你也别哭 这是你自找的 谁让你找了这样一个男人呢 我相信这个男人 其实也给你带来了许多的快乐 但他都不成熟 显然也让你操碎了心 你说大姐 抠你 你买五六万的表不也买了吗 对吧 你说他抠你 你二十万的青花瓷 买了以后 他也没跟你要死要活吗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女人对你 其实不错 倒是你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 还像个小孩一样 回去把胡子搅了 你留再长的胡子 留到腿上 你也成熟不起来 婚姻当中 我们最敬佩两种人 第一种是在年少的时候 陪着男人过苦日子的女人 第二种是在年老的时候 陪着结发妻子 过好日子的男人 他做到 你没做到 我相信你对于收藏 这些东西都不懂 你最应该收藏 最聪明的是收藏了它 这是你作为收藏家的 一个最大价值 这是你唯一人生当中 最聪明的一点 俗话说得好 不要错过了辈子 去盖稻草 你还明白 是这个女人对你好 那大姐二十万也就算了 你现在这个孩子也长大了 这老头其实也不全傻 他还知道这个世界上 谁对自己最好 而且他当在亲你的那一下 你欲拒还迎 你还是挺享受的 更何况你虽然在哭 但你光打雷不下雨 你内心还是有他的 我相信他可能将来还是会做的 他一定会做 但是被老婆管 真是一种幸福 你不觉得你每一次层层声报 跟他要批准自己买一样东西 挺快乐的 你现在一离了婚 钱由得你买 由得你花 反倒不刺激 所以说 放弃你那所谓的收藏的想法 做一个乖孩子 好吧 我的 祝你幸福 大姐 我跟他们三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你听我说行吗 这种男人就别要了 千万别出来 一定要把婚离了 今天不离可就没面了 这个小伙子会看向 说的真准 眼前相中 小伙子说的是准 你不是要离吗 不离也过不好了 不离也过不好 你看还是我会看 大姐说她是要离的 我们一会期待着 大姐不走出这个门 我们看她怎么办 接下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回吧 回 来 请关门 大姐真的能出来吗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期待的那一幕 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上演的吧 不是这样的吧 追去呀 上哪里追呀 我告诉你啊 往那边走 在那 那里追 媳妇 老婆 在哪呢 你不能离我远去 我离不开你 我离不开你 你知道吗 说句实话 珠子掉了 什么珠子啊 不要了 我看看 你拿着 你拿着 男人得有点爱 我为什么说 被生活洗礼过不一样 看着那样 不会说话 心里多聪明啊 她没出来那一刻 是不是真担心了 心里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能好好对她吗 能 能听她的话吗 其实说白就听她的话 能 大姐 二十万没了 可以再挣 好好过 不离了 好不好 这个 我说一句话 大姐 我刚才把那颗珠子 放你手上 是想告诉你 其实男人 还是得有一点爱好 只要适量就可以了 你把她 拨的一点爱好 也没有 她也没有生活的乐趣 你可以帮助她 一起找正确的爱好 但你不能让她 一点爱好都没有 如果我是你 我应该会把地上的 这些珠子 再捡起来 给她再串一个 你说呢 开开心心的 好好过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 跟奶奶说句话 要保湿 一被湿 她说什么意思 保湿 用一被湿 把自己的脸 好好收拾收拾 就这意思 是吧 拿着戒指 那会儿求过婚吗 求过 求过 再给你一次浪漫的机会 知道咋说不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一刻 各位请见证 老婆 我爱你 请一请 抱一抱 请亮灯 最后我才明白这深意 她就想给老婆一次不同的浪漫体验 好吧 牵着老婆走吧 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说 这大概是 这个大姐这一辈子 见过的最大的阵仗 刚才那个瞬间 应该是这个大姐 这一生以来 相对于她婚礼之外的 最浪漫的一个时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